被进巨人动画出名的恶魔是谁 它居然藏在了OP的MV中 动画中居然有至今EVA的名场面 大家好,我是阿树 电巨人动画已经世出4集 我将这颗漫画不带剧头的带你盘一盘 里面出现的彩蛋,伏笔和删减剧情 不让你错过任何一点精彩 分镜至今EVA 众所都知 作者特本树超爱在作品中至今经典电影 MAPA似乎也延续了这个设定 第二集中 当电刺决定把抓欧派作为人生目标时 那个帅气的抬头就致敬了EVA的名场面 是不是很眼神 马骑马的身份暗示 电刺真的喜欢马骑马吗 是也不是 马骑马这个名字就叫中间的片假名 在日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 再加上电刺对OPI的执着 以及非常渴望被女性拥抱 其实在电刺眼中 马骑马还代表着母爱 MAPA的奇怪细节 MAPA不愧是大公司 做事特别用心 比如第二集中 电刺从魔人那边搜刮来的爱情动作杂志 他们的封面都有详细的设定图 好吧 真是奇怪的设定就增加了 第一集开场的铁门是什么 和漫画相比 动画第一集的还原度超高 MAPA几乎做到分镜级的还原 当然也增加了一些镜头 比如整个动画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以电刺第一人称 摇晃着寻找铁门的长镜头开始 这个门贯穿了整个故事 漫画中的几次出现 都是剧情的重要转折点 甚至可以说整个剧都是电刺不断的开门的过程 放在开头太合适了 马其马办公室的话 另一个有强暗示的动画原创细节 是马其马办公室的话 在电刺和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马其马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 这幅画和漫画中第81话 马其马家里的一样 它出自但丁神曲的地狱片 讲的是魔鬼 惩罚罪人的故事 那为什么马其马办公室要挂这幅画呢 是想靠电刺这个恶魔惩罚坏人 还是另有所指 我们就等待剧情的揭晓吧 被删掉的恶魔在MV中出现 和漫画原作相比 第二集动画删了一场恶魔战 但据说恶魔有在OP的MV中出现 证据我放在视频最后 我先补充一下被删剧情 事情发生在电刺和马其马回东京的路上 电刺在服务站刚点上东西 一个满脸是血的大叔就冲出来说 自己的女儿被恶魔绑到了森林里 求恶魔猎人去救她 马其马失意电刺赶紧去把恶魔办了 但电刺想吃的东西才去 和动画不同 马其马在这里才说 我不需要没有用的狗 没用的狗只能被干掉 电刺听了只能先救人 边跑还边吐槽马其马 太恐怖了 紧接着画面一转 电刺找到了被恶魔绑跳的小女孩 令人意外的是 这少女正和头顶花环的可爱恶魔玩耍 小女孩见状挡在了恶魔前 也是说其实恶魔救了自己 原来她父亲经常打他 是恶魔把她带了出来 电刺犹豫了 女孩和恶魔的关系 当她想起了波及他 再想想马其马也不把自己当人 于是她大胆地提出 女孩和恶魔都惊呆了 你呀可是恶魔猎人 下一秒就握住电刺的手 一把把她拉离地面 怎么说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原来她是肌肉恶魔 能控制接触她的肌肉 接着捏爆了电刺的手 还准备了小女孩干羞羞的事 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 就像小女孩后 电刺回到马其马呢 紧接着就是动画连那一段 电刺因为战斗史流血太多 一头倒在马其马的欧派上 至于动画里为什么要删掉肌肉恶魔 我想主要还是要赶进度吧 实际上肌肉恶魔这段的作用 是让电刺的转变更真实 毕竟第一次见马其马 就被要求当狗 还威胁不听话就杀掉 正常人都会抗拒 但刚想逃跑的电刺 马上就被肌肉恶魔打脸了 听起来恶魔杀不杀了 还是回去吧 再加上马其马一顿奖励 电刺更是死心塌地的跟着马其马了 这里也显示出马其马超强的POA能力 不过据说肌肉恶魔并没有被删 而是在OP的MV中出现了 有图有真相 已经全是大胆还cost了一把 对了 他也是电剧人的粉 好 时间关系 下期咱们继续吧 动画有趣的改动和彩蛋 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